各位大家好 郭Sir今天想講講一個全新的講座課題 就是一個升中一的應片 因為郭Sir過去幾個月或者幾年 都見到很多不同的家長 在小學的時候,他的小朋友的成績都很好 但升到中學,成績好像跌了很多 甚至乎在名次上的號碼越來越大 令大家的關係或者小朋友的信心都下跌了不少 但為什麼呢? 我就在下一次的講座,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以及講一下大家如何過渡這個時間 接下來的講座,就會在下星期一,8月31日 晚上的6點半至7點半 當然,我知道不少的家長仍然在工作中 所以這次的講座,郭Sir會進行一次錄影 讓大家沒時間看的話,都可以在網上重溫 雖然這次的疫情影響,從2月到今天都沒有學習 以及接下來的9月面售課堂都會停止了 所以大家如何迎接新的學年,都是一個大挑戰 接下來的講座,郭Sir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如何面對這個疫情,如何一起和他共渡 如何打贏這場仗 我們由停課不停學,來到網上無間學 去到我們開學的時候 需要一路上學,一路做一些網上的學習 雖然很多人都說,網上的學習成效真的不高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找對方法 和找對方一個導師的時候,其實網上的學習 分分鐘更好過我們在實體 起碼你可以省了一些時間去交通穿梭來回補習社 最重要的是,接下來的班組都會在網上進行 你只要安在家中,還有一部印刷可以印自己的筆記 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來郭Sir拿 想報名的家長,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郭Sir 就知道你想報名,還有留意我們的描述 有教大家如何報名的 記得8月31日星期一夜晚6時半 到時見